朋友们好,今天是2020年11月8号,星期六 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很快做一下周末紧密库 那么我们今天做一期芯片行业 也就是半桃底行业的分析专辑 今天关键的题是 新娘娘美国芯片巨头爆雷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今天主要的摘要 那么第一点,花旗在最新的报告中警告 那么全球芯片行业,也就是半桃底行业 正在近于十年来最严重的低迷期 那么宏观经济不佳和库城不但累积 都有损企业的盈利 那么第二点,AMD再度拉响新黄警报 带崩半桃底板块 主要是指昨天礼拜五的时候 那么AMD在最新的报告中预告 2022年第三季的收入为56亿美元 那么同比虽然是增长的29% 但是远低于此前预期的67.1亿美元 那么加剧了市场对整个芯片行业前景的担忧 那么对于财报预警的原因 AMD解释称 由于个人电脑,也就是PC市场弱于预期 以及个人电脑供应链采取了重大的库城调整措施 导致除内器出货量减少 那么与此同时 那么三星巨头 韩国芯片巨头三星电子也爆雷了 实际上也是上里面昨天10月7号是当地时间 那么三星电子也发布了初步的报告 业绩报告 那么第三季的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32%为近三年来首次下降 那么第三季的营收也低于市场预期 所以整个不光是美国的这些大的厂 就是说前不久 那个Invidia也是财车 财宝指引也不太好 曾经也暴跌过 所以亚洲的三星实际上 也是出于生产新变的巨头 就是说 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底下这个 这个事像我昨天也讲过MD MD超伪就是说 它这里头伺服器跟这个游戏 倒是增长了它的营收 但是这个笔记本电脑 拙机就是PC下降了40% 而且大家预计Q3将出现亏损 这个对超伪人而说 是非常不寻常的 所以今天我昨天讲 MD实际上下跌将近14% 我们看最后一点 分析师预计 今年第四季楼 全球乘储芯片价格将继续暴跌 或将导致于全球芯片行业 第四季楼利润进一步下滑 那么预计需求要到明年初才能恢复 另外ICD数据预测 智能手机出货量预计将在2022年下降7% 而PC电脑预计将于2022年和2023年 分别下降13%和3% 好了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等一会看这个具体这个景气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废半 我们先整体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说一张图 来掌握各个行业的景气 落底了没有 这里头是一个目前还在顶峰的 就是这些自动化 OED半导体材料 IC设计半导体设备 iPhone光学 汽车电脂这些还在数据中心 还在顶峰 那么在中间的位置应该是12G服务 晶片 那个晶圆代工 测试和包装 那么智慧手机 所以在这个中间跟这个底部的 靠近于底部 PC也是靠近于底部 所以我们刚刚说那个PC 今年还得下降 到底营收和这个 这个整体的销量还得下降 那么要到明年初的时候 明年还得下降3% 所以才能够卷于这个上升 目前在底部的 就这些散热的一些涂层 另外一个多层的陶瓷电容 以及记忆体液晶显示器 然后就是这个电视机这一块 实际上已经开始回升了 记忆体这个表也代表性 就是美光MU 我们等会要开明时间 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这个基本上代表这个 就是说各产业的景气 你看到底没有 现在比较接近于到底的 就是记忆体跟这个液晶显示器 这个是整体的这个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半导体 行业落地的讯号 有哪一些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晶圆代工产能力量的下降 就是二线的这些 这些铸造厂的营收变动 当这个利用力开始 利用力开始下降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负的时候 那么这个库增的天数 IC设计那个库增的天数 才有可能下降 你比如说现在 这个库增的天数还非常高 这个原因就是这个这个营收 晶圆代工这个产业的营收 目前还是正的 并没有下降 你看到最近的实际上还是上升 所以它库增 目前也在增加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目前这个 要落地的话 它的产能利用力必须要下降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半导体产业闹底的讯号2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库增的周转天数 比较小于65 我们这里头看一下 这个废增系数 跟这个涨跌幅 跟这个周转天数 库增的周转天数 之间的关系非常清楚 每一次 当这个废增指数下降的时候 都是库增比较低的时候 目前这个库增 大家看来还是非常的高 但是有 但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废增 已经开始下降了 所以 所以这个库增 应该是要逐渐下降的 尽管现在看起来 还在往上走 你看前一段时间 这个这个废增 还是上升的幅度 非常非常高 所以目前实际上 当然也有消息面 你比如说这个升息的环境 另外还有CPI 这些东西 对这个也有影响 但是总的来说 大家关注的重点 就是说 闹底没有第二个信号 就是这个 周转的这个天数 库增的这个天数 要小于65的手 那么这个手 就证明可能要闹底了 这个手 可能这个 这个废增半导体 就开始上升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 使用两个这个闹底的信号 好了我们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废增指数 我们先把这个移开 那么目前这个废增指数 我们首先看一下 它牛跟熊的分裂线 在这个地方 3247点 所以基本上 这一波反弹 我们可以看 六一份这波反弹 它并没有来的 这个牛熊的分裂线附近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废增 这个指数是非常非常弱的 它基本上就一直在熊市的话 你运行了非常长的时间 另外我以前用这个波浪里面 也讲过 波浪里面 目前是一场还在 其中前面有1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低点是从2020年3月份 这个疫情的最低点开始算了 1呢 2呢 那么这个是3呢 4呢 这个是五浪上升浪 然后A B C 目前还在C浪中间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八浪里面 实际上下的第一个可能位置 2250点 已经是过了 这一次反弹的时候 就是前不久 这一波跳空反弹的时候 实际上 差一点就是说突破这个位置 但实际上还是没有 大家看一下 被打坏了 所以目前来看 它似乎从大的周期来看 我们把这个缝小一点 大家可以看 从大的周期来看 它似乎在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 这一块是有点特殊的 这一块就是说跟当时的这个 这个外部环境是有关的 它上升的也快 下降的也快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 没有把这一点 包括这一点考虑进去 它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 大家看一下 所以从收敛三角形这个形状来看的话 那么这一个跟我们前面 整体的这个外部环境 这个库城目前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这一步回调 它到飞半会到什么位置 那么第一个考虑的位置 大家注意 就是这个下沿 这个下沿的位置实际上是跟这一根线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时间的效应 它还会往下不断的震荡 有时候还有一点反弹 所以说时间对 它很有可能到这儿来 那么这一根线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个八浪理论中 第二浪回调的时候这个位置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这一波废半会 就是说十月份吧 很有可能来到这个位置 大概是两千两百二十年左右 这个应该是大概的时间 大大不会一天一个礼拜到 它可能中间还得有一些折腾 有一些甚至有一个小的反弹 或者是有一个横盘 就是说 那么另外还有一根线 这个白颜色的线 大代表就是2023年 疫情之前的这个高点 那么这一波反弹 应该不会到了这个地方 有可能到明年了 如果说这个半岛的行业 我们刚才看到前面这个 如果库存还是不能够缓解 外部缓解 深一些CPI 都是比较逆空的话 那么它很有可能 来到这个位置 因为目前就是说 很多个股都已经 当然不是费半分 相关的是其他的标普 等于是都已经突破了 2023年份 已经跌破了 疫情之前的这个低点 所以就是分两个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 目前可能先来到这个地方 2220点 然后明年如果说继续 这个形势不太好的话 有可能来到1988点 这是个基本的思路 好了 我们很快再选几个股票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用材料 这个是用跟半导体 也是相关的 这个线就是2020年3月份 跌破了之前的这个高点 大家可以看很明显 它是没有破的 但离这个还有一点距离 就是说 那么近期来看 它实际上已经 已经跌破了 又跌破了 6月份这个低点 但是在 9月 9月30号 礼拜五这个低点 它还没有破 所以很有可能 我猜想礼拜一 它很有可能测试前面 这个低点 这个应该是大赶紧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 KTJ有知道 它已经进行一个史差 它这个位置不是很高 正好在中间 50左右的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 AMD我昨天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就不讲了 我们看一下ASMO 这个是做那个生产 那个经验代工的设备 就是说EVU 还有什么 那些设备都是 大师独一无二的 就是说至少目前为止 大级局 我前面忘记了说 这个是我用CMA 这个是生命线 G线 月线 五天线 很明显 它是跌破了这个 月线跟G线 包括五天线 但是它比前面 刚才强一点 它前期的这个低点 还没有到 就是说 所以按照这个跌法 你看这个量也比较大 礼拜五的手 所以说它很有可能 要测试 至少这个低点 就是六分这个低点 这个应该是 非常大赶紧的时间 我们再看一下 博通 那么博通实际上 它下跌3.97% 里面五十手 它就正好比刚才那个要弱一点 它已经又重新 实际上 你就从收盘架来看 它今天也跌破了 这个收盘架的这个位置 应该在这儿 应该今天就一个跳功就已经跌破了 你从最低下来看 它也来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明天它很有可能要重新测试这根线 它是460块 2左右 而且很有可能 它要测试这个前期的这个低点 这个应该是非常大赶紧的事件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目前这个半导底行业还在继续下行 因为它的库城 外部环境都不是太好 所以大家没有仓位的 这些跟半导相关的股票 你最好是展示观望 或者你有仓位的 像这种反弹的时候 你应该是至少要减仓 或者是逆场的 因为半导的行业 可能到明年第一季度都不一定好 我们再看英特 那么英特应该下的5.37% 这个英特走势非常非常的弱 你把这个pk放大 大家看得非常清楚 它基本上应该是来到了 我看一下 非常低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不往前看了 我们主要看下最新的 最新的似乎是做一个w底 当然这个走势比较空的 你看下这个季线 这个月线都是一个概度反押 压力非常大 但目前这个w底 大家看第二条腿 似乎已经是做完整了 所以它应该是要 应该是有一个反弹 来完成这个w底 这个世界的英特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实际上今天或者是礼拜一带有可能还要冲击底下这个景线 是个比较好的进场点 但应该有一波来形成这个w底 这个应该是大赶紧的事件 我们看美光 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那个记忆体相关的 目前这个记忆体已经非常接近于这个底部了 所以这只股票它还可以关注 这个是应该是这个记忆体行业 应该是龙头企业 大家可以看今天售盘正好跌破了这个月线 这个月线实际上是53.03 它刚好跌破了 我们再看一下高通 那么高通实际上在礼拜五下跌3.49% 那么高通比前面有两次要强一点 但目前还没有破这个六位线这个低点 而且这还有一个跳空缺口 所以高通的这个资产是比较强的 到这个礼拜一 就是说下午礼拜一很有可能要测试 这个这根线前期的低点大是119.6 这个地方要数不住 尤其如果说大家回补这个跳空缺口的话 那么大家就要小心了 它很有可能要测试这个9月30号的这个地点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